稍微做個整理 比如說像如何製作 比如說最愛景點的那個Google 地圖的App 那邊這邊的話 我就把之前的那個 一些圖啊 把它做一個整理 把它放上去 你不然就一個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其實還蠻清楚的 照這個步驟做完之後 就可以做出一個我們的App 那這邊底下我還有把一些 影片放上來 其實step by step之後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App 那所以我就把它整理 我發現 前面東西 如果你懂得應用的話 還蠻可以做出蠻多東西出來的 變化其實還蠻多的 像還有另外什麼呢 如何將什麼書籍介紹網站轉換成 這個是靜態的 那另外我還有PO一個那個動態的 當然如果說你有些遺漏的話 稍微看一下 改一下的話 其實這個範例裡面 就蠻多可以做修改的 其實我會覺得說這個 應用面其實還蠻廣的 那我有看過之前同學 放上來的作品 其實有些同學都已經做得還蠻好的 你不需要學太多啦 最重要是要應用 還有就是說你的那個素材部分 你的工作上面有沒有一些素材 或者你生活上面有沒有素材 像之前同學做那個 肥皂的那個 製作肥皂那個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都還蠻想要 自己去買材料回來做肥皂 因為現在化學員要太多了 你洗澡的時候 很多都莫名其妙得了皮膚癌 都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看過那個 有很多添加劑是不能添加 可是卻添加了 好像什麼 反正 而且很多知名的品牌裡面 都加了很多 不應該加的東西 後來我有看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談話性節目的 五期健康同學會有沒有 裡面那個就找一些 專家 就是那些化學 好像叫 叫什麼忘記了 反正就是幾個專家 然後就在那邊討論 他越講 我覺得 原來生活 你身邊太多致癌因子 所以現在得癌症的這麼多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對不對 那個癌症已經 成為那個什麼 好像是排第幾 第1還第2了嗎 對 好像 說什麼一個數字 每10個人就一個是得癌症故事 那很可怕 4個就一個 那太可怕了吧 等於我們這邊就有好幾個得癌症 看一下看一下 而且這個好像是越來只會越多不會越少吧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 吃太多不應該吃的進去 吃的進去出不來嘛 所以你說 健康方面App重不重要 其實很重要 你可以幫忙收集一些 健康資訊的App 對不對 很難嗎 網路收集一大堆啦 只是說你有沒有幫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做篩選 幫他做分類 很方便的 重點告訴人家就好了 比如說人家去買東西 你告訴他什麼東西 哪一些 訊息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Google嘛 有時候Google半天還不見得Google的到 那App一下來全部都有了 那不是很好嗎 而且你可能也是這方面 不一定專家 但是你可能花的 時間比人家多多了解一些東西 因為這樣感覺蠻好的 就像最近我會買一個字面包機嘛 對不對 因為之前實在太貴了下不了手 我發現現在一下子 好便宜喔 就想說買來玩玩看 真的還蠻有趣的 而且原來字面包這麼簡單 校本要買對 對啊我買比較好的 我買什麼 我網路上看到說要買 法國的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把它隨便 就是買一個看起來 應該不是那種便宜貨啦 然後 吃起來真的 感覺還蠻好的 但是算起來當然可能初期 製作成本稍微 高一點的可能會越來越便宜 我看好像那個大包10公斤的 那便宜很多 一大包好像10公斤才400塊 所以這樣子然後 酵母 酵母可能我網路上買我還沒找到最便宜的 我可能再看看有沒有更便宜的 那我剛開始都是用鮮奶 用雞蛋 用那個 我算一下 不划算 食材就 比外面買回來還貴嘛 所以我想說 因為我都花這麼多的食材費用 那外面怎麼賺得到錢 對不對 所以可能他就是在 材料上面 用的是應該是比較劣質的 所以你說沙拉油他可能會用好沙拉油 不可能啊 他可能 給你用個 哪個最便宜就用哪個最 對不對 所以吃久了為什麼會 出毛病 所以 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這些訊息其實就是說 App 主要不是要你們一定要做得多麼的 視覺上不一定很漂亮 但是重點就是說你要讓人家螢幕了然 簡單清楚 那我們這個方式製作出來的App 其實也是夠清楚 你要不要按鈕夠大了 顏色雖然只有A B C D E F 六種顏色 對不對 那也 暫時夠了 如果你要多幾種顏色其實還是有方法 還有就是iCon部分 他只提供給我們十幾個 17個吧 不夠的話當然 你也可以再去 制定出來 像我同學自己就制定iCon 這個還蠻 其實書裡面有講 其實你可以try一下 沒有問題的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我覺得至少你在App上面 能夠做一點東西 如果你自己有 怎麼樣工作上有需要的話 其實倒是可以再加上 你的聯絡方式嗎 對 比如說你是跟健康有關的行業 對不對 你剛好可以順水推舟 對不對 看完之後是不是還跟你打電話問你說 我想要買什麼東西 是不是還可以 諮詢你一下 對不對 其實或多或少都是機會的來源 就像說我東西放在網路上面 就會 就會很多人直接寫信問我 甚至有一些企業 問我可不可以 找我去 幫他們做 做教育訓練 那當然也這種機會也不太少 或者是諮詢的 或是各方 因為 你放上去就是 大家第一個就看到 因為你有東西嘛 如果你沒有放上去 誰會知道 除非說你 當然你 如果說 肝與魚只是做 自己分類的事情 你永遠不會有機會 所以說現在現在一直在談什麼 你現在是多少K 那個不重要 會多少K是因為你本來就是做的 工作內容 是沒有創造性的 你沒有創造性 你怎麼會有多多餘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創造性的 像你會想說老師你幹嘛那麼浪費時間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我做這很花時間的 對不對 你還要把他錄下來還要把他拍下來還要寫東西 撲上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想說老師你幹嘛 吃飽撐著嗎 對不對 絕對不是吧 總有他的道理 所以 分享給各位 因為我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太少了 不過也好啦 這樣少一點 反正一比較之下 就是有不一樣的落差 對 你要上課的話你去搜尋Google一下 Google就落落我的陷阱 對不對 怎麼樣我都一定比別的老師還要多他 不太多了 而且甚至很多東西都被我洗版了 對不對 奇怪怎麼又是這老師怎麼又是這老師的 這老師到底在哪裡上課對不對 所以我說開 開課我都有點莫名其妙 奇怪怎麼 怎麼 來了這麼多人 那當然 因為可能時間拖太長的人就跑得比較多一點 不然其實還好其他地方我說八次上課真的都沒有跑人 而且都很認真 而且那邊費用多好多 對啊 你看八次 八次課 八次課 是這邊上課的兩倍 的 學費 八次只有這邊上課的大概不到一半吧 可是是 這邊的學費的 兩倍 然後 撐起來 哇 對 差四倍吧 對不對 而且他們也是自己花錢啊 對不對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想各位 盡量就是 稍微做整理啦 然後當然我也不 不一定說你要尋我的方式 也許我是在教學領域 那你們有你們的方式 只是說最重要你要讓人家需要看到你東西的時候可以被看到 那被看到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裝在手機上 或者用QR Code 或者一個網址 或者甚至像我們幫有同學下禮拜我會蠻期待的 對不對 我們同學 做了一個 網頁喔 把那個手機 放在那個網頁裡面 直接就在那個網頁裡面看到一隻手機 還蠻酷的喔 對不對 如果有時候 變成說你如果你是電腦板進來是看到手機 你的手機板進來還是看到手機裡面的東西 這樣的話一致性就很高了 或許你可能在思考是平板 對啊就是多一個那個這樣的話我其實 這個還蠻吸睛的 這也是一個亮點 如果將來你要 轉換跑道或跳槽其實也是一個你的多的一個機會啦 OK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再把前面部分再會再做個複習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動態的我把它整理放在這上面 OK好 那各位可以花時間去看一下 那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這個 App裡面 他的程式跟資料部分是什麼跑的 程式跟資料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也可以思考一下 下個禮拜的這個作業 如果你已經做好的話 那就 當然 OK 如果說你做好之後你還缺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回頭看一下 其實 需要的訊息 在我們的雲端白板 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其實都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開花的 我們會開花工 我們會開花的 我們會有甚麼 我們會開花的 我們會開花的